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马尔克斯的一作《我们八月见》 这本书是在今年3月6号的时候 马尔克斯逝世十周年全球统一来出版发售的 而且咱们中文世界的朋友们能够第一时间看到 我觉得是一个蛮快乐的事情了 但是很多朋友的问题在于 这个书马尔克斯自己生前的意愿是不要出版 他觉得写的不够好 还有一方面就是马尔克斯本身它的特点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这个书的风格不够魔幻反而是非常的现实 所以味是有点不够足的 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 上期视频我们是说了苦记回忆录 这两本书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马尔克斯在自己智力记忆里没有完全丧失的时候 把苦记回忆录先审阅了 觉得还不错所以出版了 但是后来随着自己的能力渐渐丧失 他在看自己的文字的时候觉得写的有些问题 他不是很自信 于是这个书他就打算把它一块带走 烧掉的 但是后来他的儿子一看说 我的父亲那种流畅的语言 那种精妙的比喻 包括说他对于爱情以及孤独的描写 这本书其实还是非常到位的 所以还不如把它出版了 当然他的儿子可能会有些金钱上的考虑了 这个不去管他了 但是我觉得这两本书 因为写作时间是非常类似的 而且呢 确实从主人公来讲的话 这个苦记回忆录 他是以男性的视角 而我们八月间是一个女性的视角 拼到一块 他的主题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放到一块来讲 首先呢 我们上期视频说完之后 有些人就开始评论了 说一个90岁的老记者 老男人 他在生日夜当天想要去嫖娼 而且想要去嫖一个处女 最后爱上了一个14岁的小妓女 这个故事你为什么要讲啊 从道德来讲的话 简直要被批得体无完腹 这就是一个糟糕的故事 可是你要知道 新闻和文学是不一样的 新闻他一定会有自己的价值观 他是非常确定的 而文学他没有一个价值观的 他其实要展示 全世界那么多人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他会有不一样的评判标准 而你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 对于身边的人 对于那些遥远的陌生人 都产生一种同情心 所以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那这本苦记回忆录 它真正关键的不是那次嫖娼的经历 而是我看到了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之后 90岁的老头心里泛起了一丝连衣 他发现自己的人生是没有审视过的 他90年好像白过了 比方说他作为一个记者 他是因为他母亲给报社的社长 连续行贿的妻子 才终于让他那些小文字 能够在报纸上发表 也因此获得了记者这个职位 再比方说他作为一个乐评人 有人曾经邀请他去参加 乐器演奏大会 听完之后说 您说两句 他就上台了 说刚刚那个演奏摩扎特的怎么样 肖邦的怎么样 舒曼的怎么样 有人就提醒了说 刚刚没有人演奏舒曼的 所以他会觉得非常的窘迫 就是在看到14岁的小妓女 那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 他感受到了那种生命的冲动 于是开始审视 我好像过去的这一辈子 都过得太糟了 好像一直都在糊弄 我到底干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的主题 他曾经和514个女性 至少发生过关系 但是他也曾经感受到 有人对他是真爱 但是他不敢于承接这份爱 所以等自己90岁的时候 他终于发现这个爱 我必须要抓住 难道你说他要把他放掉吗 好像你也是能够去理解他的 所以从种种来讲的话 其实这次嫖娼不重要 但是审视自己的人生 审视爱情 审视孤独 这个很重要 而且这是一个男性视角的书 有些人就说太过恶臭 但是如果你从另一个性别 也就是女性来看的话 是不是会更加的全面 或者说能够增加你的理解 我们八月见的女主人公 在刚出场的时候已经46岁了 而她出场是去给母亲扫墓的 她的母亲在去世的时候立下了遗嘱 说不要把我葬到大陆上 我希望能够葬到某一个小岛当中 我跟这个小岛有过一些感情的羁绊 但是这个小岛距离大陆 大概坐船要坐三四个小时 而且海上会非常的颠簸 挺困难的 所以每年其实就是母亲祭日 8月16号 我们八月见吧 就是这一天才会去进行祭奠 那女子46岁这一年还是要去到小岛当中了 她发现小岛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依旧破败 依旧贫穷 但是去到母亲墓地当中一看 确实很漂亮 能够还整个加勒比海 所以她慢慢就理解了说 母亲为什么要葬到这个地方 当她把墓扫干净 给母亲献完花之后回到酒店 因为她没有办法在当天就离开小岛 必须要度过一晚上 她就想这晚干嘛呢 还是和网上一样 看看书 泡个澡 听个音乐 后来在网上吃饭的时候呢 就发现在酒吧当中啊 有一个男的 两个人好像对上眼了 有一种情感 而且都在酒精的催化之下 所以这个女性啊 她就主动邀请男的 跟她到房间当中进行了一夜情 可是我们必须要说到 这个女的真的是特别喜欢一夜情吗 其实不是的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女人 她还是处子之身的时候 就嫁给了她的老公 而且那个时候她还没到20岁 她本身是一个文学研究的学士 但是因为结婚了嘛 所以她就辍学了 后来一直养成阅读的习惯 然后呢 她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她的老公非常的出色 20多岁的时候 就当了一个音乐学校的校长 而且在演奏方面 自己非常的精进 很有天赋 除了音乐方面呢 她的老公游泳很好 下棋很好 口才很好 演讲很好 而且会变魔术 会开玩笑 任何的场合 如果没有她的老公的话 都会显得非常的无聊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那这对夫妻 她们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尽管说很早就结婚了 但是她一直都希望能够去寻找生活当中的火花呀 所以有的时候会去汽车旅馆 一些便宜的呀 贵的呀都会去 到外面去寻找一些刺激 在外面过夜的时候呢 一般钱包里面都会放一个安全套 所以她们其实是希望在平淡的生活当中 去找一些快乐的事情的 后来呢 在去汽车旅馆的时候 有一天被人抢劫了 所有东西都抢完了 所以不敢再去汽车旅馆嘛 所以一个找乐子的方式没有了 诸如此类吧 她们的生活就是如此频繁的往前走 而且这对夫妻欲有一儿一女 所以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儿子也是一个音乐演作家 女儿呢 有音乐天赋 她只要通过耳朵听 就能够学会任何的乐器 最后希望能够当成一个修女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家庭 还有什么要去辩驳的地方吗 没有了 但是就是46岁的这一年 这个女性她产生了一夜情 产生一夜情之后呢 她本来觉得 哇 这是人生的一次冒险啊 好幸福啊 但是第二天早上等她醒过来的时候 这个男的已经走了 而且最夸张的是 在她的书当中 男的给她加了一张钞票 20美元 她不能接受啊 我明明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 特别冒险的事情 我很勇敢 你把我当成妓女了 所以这个20美元 一直在她的心里是一个刺啊 耿耿于怀 但是这个20美元怎么用呢 你说我把它花掉吗 这个钱我不能花了 一花我真的变成妓女了 但是放在那个地方 变成一个战利品 把它裱起来 好像也不是 所以这个钱就变成她心里的一个刺 书当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 是这样的 当这个女性第二天坐船 回到自己的家里的时候 她发现有些奇怪的事情 她不在的时候 家里发生了什么灾难 鸟没有在笼子里歌唱 种着的亚马逊 热带花朵的几个花盆 也不在室内的阳台上 同时消失的 还有悬挂着的蕨类植物 以及蓝色的藤腕花环 后来呢 是家里服务的女仆提醒她说 依照她出门前的吩咐 那些植物已经被移到院子里 去享受雨水的滋润了 所以她说 其实我的生活没有变化 而真正变化的是我自己 那次夜情彻底改变了她 而且她开始审视这个世界了 所以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 她说她一直生活在一个 从来没有被观察过的生活当中 直到从那一天 从岛上回来以后 她才开始回头审视自己的生活 好 她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了 首先是怎么回事呢 女仆不仅告诉她说 那些花是您吩咐 让我放到院子当中去浇雨水的 还有一个 就是我告诉您 您的丈夫还没有起床 这个女主角就会觉得有些奇怪了 因为她跟她的丈夫 每天基本都是定时定点 早上起床 晚上洗漱 固定的 怎么今天到了大中午了 还没有起床 于是就跑过去了 问她说 你昨天晚上干嘛 书里面说到 这是她人生第一次 问她的老公 你前一天晚上干嘛了 所以她已经开始对她的老公 这个非常完美的 而且形体也非常健壮 这么一个男人产生了一些怀疑 她第一次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这都不重要 这个书当中更重要的是 她的内心系 因为她第一次出轨完了之后 她就开始挣扎了 我跟我现在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这本书后续的描写 就是在之后的几年 每年的八月份 她都会到这个小岛当中 而且在这个小岛当中 都会碰到形形色色的男人 这些对象真的蛮有意思的 比方说曾经有一次 她跟一个杀人犯在一块共度粮消 最开始主人公觉得相当不错 可是三年之后 她在电视当中看到了通缉令 说这个男人曾经杀害了两个妇女 而且本身就是以拐卖妇女儿童为职业的 而且你再一回想 那天晚上确实本身很快乐 但是后来腹部疼痛 好像感染了什么东西 药育了三天才能够痊愈 所以是不是玩得太大了一点 这是一次 还有些人呢 她就是一些酒保 希望你能够在酒吧里面多去消费 她就是希望去骗炮 这也是一种 还有些人呢 这个很重要 她是你生活当中的熟人 说里面说了一个熟人 她曾经追求过主人公 但是主人公拒绝了她 那原本他们两个之间 是不可能发生任何的事情 可是当你在8月16号这一天 在这个小岛当中 有过出轨 有过风流的话 你自己的行为举止 会变得有些不一样 鬼鬼祟祟的 你觉得身边的朋友 家人会感受不到吗 他们可以感受到 于是有人就觉得 这是一个机会 当那次你们在 这个小岛当中碰面的时候 他说你曾经拒绝了我 但是这次我们 有没有机会再去良缘呢 你应该如何去进行抉择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因为一年365天 你其实人为的 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 8月16号这一天 我就是真实的自己 我要去释放天性 我要去找乐子 我要去找刺激 但是剩下来364天的 我就是大家期待当中 那个贤妻良母 我不可以被侵犯的 所以当熟人 侵犯了我这一天之后 我剩下364天 有没有可能也会受到威胁 我应该如何去进行抉择 这也是一个 这书里面出现的 最后一个情人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典范的 优秀的情人 非常的绅士 非常的老实 他身上的所有的优点 特质 都跟这个女主人公 非常的契合 而且他在时间上 也能够契合 因为女主人公 每年只能够 8月16号来这一天 而这个情人 他是做一些 保险推销业务的 所以在各个海岛之间穿梭 他每年要去到 这个小岛 3到4天 他完全可以把 其中的一天 就定到8月16号 所以这一男一女 就可以却桥相会 每年相会一次 他们最后发展的怎么样 所以马尔克斯是写了 很多段出轨的经历 让这个女性 充分的去感受这个世界 就好像是西游记里面 9981男会碰到很多的妖怪 他可能在情欲方面 可能在体力方面 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挑战 他如何去进行 打怪升旗 这个其实是 这本书的一个看点了 当然这本书当中 更动人的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那一天 在海上的风流之外 他回到自己的生活 364天 他如何重新去进行审视 比方说 大家都会认为 他是一个贤旗两母 非常的老实 可是他这个老实 有一天绷不住了 因为他一直非常担心 自己的女儿 本身就是有些性开放的 就怕说 你有天肚子搞大怎么样 于是就苦口婆心的说 妈妈不是说 不让你跟那些 外面的男生玩 而是说 怕你有一天怀孕了回来 他的女儿给他的回答 让他非常的惊讶 说我15岁的时候 已经在体内 植入了一个避孕的措施了 也就是他在外面 其实已经玩得非常大了 于是这个老母亲 他再也绷不住了 破口而出 破口大妈 婊子 但是他之前 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女儿 那么暴怒过 而这一次是什么呢 就是他刚刚从海上回来 他的心里是非常虚的 他的心虚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以前是已经戒烟了的 但是在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他会觉得好像 应该要做点什么吧 他早上很早就醒过来 自己心虚啊 于是5点钟就跑到浴室当中 去抽烟 他又害怕自己老公知道 所以呢 又会把那个烟地处理掉 可是那些味道 总是会时饮时现的出现 后来他的老公就会说 你好像有些变化 他就说因为女儿不乖 所以我有变化 而他的老公一下就点到了 说其实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而是你从海岛回来之后才会这样 那这种心虚就会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所以他就希望能够用反击去填补自己的心虚 于是就说 你曾经跟我讲过 你在跟我结婚之前是一个处子之身 是真的吗 他的老公说当然是真的 可是后续他继续问 你最近回来的时候很早就进入到浴室了 你是不是要洗掉什么味道 你在自己身上喷一些很浓烈的香水 是想遮盖什么东西吗 他就开始连珠泡的发问 而他的老公的回答又会让他觉得 其实是比较满意的 他的老公说 如果我说真的有的话你会伤心 我说没有的话你会不相信 其实这种闪躲的话语已经在说了 我在外面真的是有的 而且他一下一下又刨根本底 把事情的女主人公怎么样 一个一个挖出来 他当然在这种痛苦当中 感受到那种出轨的风流是多么的糟糕 可是他自己在海上 难道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吗 而且他又非常害怕 跟他的老公继续去对峙下去 万一他的老公说到某些事情 把他的那些肮脏污秽的事情 也给挖出来怎么样 所以这两人的生活 在书里面说 他们碰到一些矛盾之后 就会用沉默的方式去把它给掩盖掉 但是这种掩盖就好像 生活当中你碰到一些垃圾 然后你拿一个地毯把它盖上 表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平 很干净 但是下面污秽不堪了 所以这本书 他到最后其实在讨论什么呢 你在审视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什么叫做婚姻啊 婚姻好像是你在性方面 在爱方面 在生活方面 必须要跟某一个人紧紧的绑定 但是当你绑定到 比方这个女主人公已经46岁 到后来她已经50多岁了 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 你会重新开始审视 其实我在某些方面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但是在另一方面 我并不一定那么喜欢你 但是婚姻这个东西 非要把我们绑定到一块 那我有没有每年的8月16号这一天 能够让自己去稍稍释放一下呢 好像很多人是找不到的 所以就是在一个非常平静的 但是内心很挣扎的生活当中去度过的 所以这本小书 其实你花一个时间就可以读完 但是读完之后 我估计内心是会有些波动的 而且这本书一直到最后 它会有一个巨大的伏笔带给你 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主人公的母亲 她要到这个海岛当中 难道真的是因为加勒比的风景很好看吗 其实不是的 在她的母亲的一些故事当中 你能够更好地去理解这个女主人公 甚至能够很好地理解你自己